我家人是一直说我脑子有毛病的那种 我会发说妈你看我如果哪天我要是牺牲了 你就变成英雄的母亲了 你还要接受采访 我会这样开玩笑的跟她调侃 然后但是我有时候这些小玩笑会刺痛他们 会会那个他们也会听到会很痛苦 那局势是全国陆地面积最大平均海拔最高的地级势 也是条件最为艰苦的 这边一年只有两个季节 大约在冬季或者在冬季 你们刚回来 刚来刚来 你手怎么 之前出了个小抽 我叫李廷辉 然后藏族名字叫做若无加措 要在西藏有一个无限大的胸襟胸怀 我们的党内工作主要是面对群众 做群众的服务工作 上面它不是有这一段相对之间那里分间的活动 是有引号的吗 下面是没有的 要不然都统一一下 我们全市的好多农民群众通过分间活动 确实实现了增周致富 其实就像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些比赛 比如像修摩托车 修汽车 然后其他人看着他摩托车修得好 获得了全市的第一名 他也会特别有荣誉感 然后很多人就跟着他学 他就会慢慢的慢慢的成立一个合作社之类的 然后带动了周边的朋友 以及村民的这个增周致富 海拔470其实那边的条件是很艰苦的 就是我最受不了 就是到那之后我要最开始尝试什么呢 烧牛粪 因为我要取暖 烧牛粪之后那个炉子就会起那个黑烟嘛 所以那个衣服几天就脏了 桌子上刚擦完一天就会脏了 然后顺便的是没有厕所 厕所是汗厕 就是你半夜突然拉肚子 你也需要跑很远的地方 之前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农民这种生活方式比较粗陋嘛 就是有可能随意大咬变情况比较严重 但是一个厕所革命改变了很多很多人的生活方式 他带我去那个什么看病嘛 就让我先回家休息 他把我的工作帮我做了 而且是把我送到家里边 完了之后他又回来继续加班 那天晚上好像加班到两点多了 就每天晚上都是加班到很晚 刚才你会发现自己一个人 路上打车都打不到的那种 然后后来想 那就一咬牙买个车吧 买了车 回家之后 家里面的人会稍微照顾一下 但是在这边 不管生病也好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好 还是工作压力大 都是我自己一个人面对 最近的应该是四月份了 有时候我妈就会直接问说 你为什么还要在那边 为什么还要回来 那个时候 就是我妈有可能一两句这样的话 就会把我击溃的那一种 就是我然后我就真的会 他说一两句这样的话 我眼泪啪就下来了 下来之后我就说 我说我给自己的亲妈打电话 我希望得到是你的知识和鼓励 我已经这么大了 你们赔了我前十几年 后面的事情 我想自己做主 我家里很乱 你就真实感 让我又很尴尬 可以看到我的厨房 已经被花堆满了 就是它已经 不是一个做饭的地方 我们这确实冷 冬天会冷 所以好多花特别难养 有时候我就是 我这有群暖器嘛 我冬天我冻着 我也要把这个群暖器开着 让花暖和一点 要不然它死的就会很快 我就是晚上回来 有时候管一下它们 其实平常就很少管 这个是薄荷 这个是吊蓝 那个月季 小月季 我出了个态回来 它就这样 小时候小 初中高中大学 我一直想以为 自己是齐天大乘的那种 想做一个惊天伟业的事迹 但是等你慢慢的成熟 慢慢的接触社会之后 你发现这些太难了 哪怕你在一个 你自己平凡的岗位上 一直做你的工作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地做下去 这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 感觉到最明显一点 就是我大学期间 我感觉我整个人 一直是飘在空中的那种感觉 就是脚下是没有东西的 就一直是那种 象牙大的生活 来到西藏之后 我感觉到我的脚挨到了土地 真正挨到了群众 来西藏之后 入党信念更加坚定了 就是因为我在工作期间 真正看到这些党员干部 做的一些实实在的工作 它真正是帮助这些 这边的群众在改善生活 这个是让我很感动的 所以就坚定了 我要加进加入这个队伍 而为更多的人 去做一些事情 行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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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这种事情 喂 喂 大哥 两红两优的评券表战工作 我还是这个电话 喂 喂